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時間 檢討今天 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 趕快來看台北股市本週的表現 中秋連假回來之後 雖然只有短短三個交易日 但是這三個交易日 卻讓大家感覺大喜三溫暖 幸福哥 禮拜三 中秋連假一回來之後 大跌350點 大家想說這個行情完了 要往下做 一路往下跌 結果昨天 今天逆勢往上漲 一下衝最低 一下收最高 所以投資人覺得 現在操作難度很高對不對 這個是日線等級 那我們看一下週線 當然這禮拜只有三個交易日 週線量當然是萎縮的 所以我們先不管他 但這個禮拜的型態 打了一個算地樁 非常長的一個下影線 但是有一個慣性還沒有改變 觀眾朋友 之前V怪客有教大家 本週的低點比上週的低點還低 代表下跌的慣性可能還沒有改變之前 所以大家不要因為今天的大漲 你又突然興奮起來 因為週線的本週還有新低點 這點要特別留意 好 那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主題叫什麼 大家來玩跌跌樂 為什麼 不管是人或者是關鍵的這個木機 被抽掉的話 因為他就會垮 所以我們要來討論一下 台北股市是不是也有一根關鍵的 不管是K棒還是線 我們今天把時間拉長一點 讓大家看 為什麼行情這麼難做 因為就在這個大區間裡面 一萬八到一萬六之間 大相形區間 那如果你學過技術分析的話 你給他一條 我們稱之為頸線好了 頸線大約的位置 有沒有 觀眾朋友 大概就在這裡 我們抓整數 大約是一萬七間田這個數字 你看空方在這邊疊了那麼多積木 多方在下面疊了一堆積木 現在感覺台股的關鍵 這條線就是這條一萬七 你看搞了四個月之久 曾經跌破一路跌 但是又站回來 這三天 禮拜一跌破 這兩天又站回來 禮拜三跌破這兩天又站回來 所以現在過去四個月來看 很明顯台北股市 關鍵的可能就是這一個頸線 所以要請教幸福哥 你覺得這個台股跌跌的 要玩多久 因為如果多方跟空方 大家都下得很保守 可能就在這一萬七上下 一直混也不是不可能 你覺得呢 確實沒錯 因為現在這個盤 坦白說 他就是在做一個震盪整理 就是跌下去 會有人進來做一個承接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 大K化的這個一萬七以下 似乎就有人慢慢把它買上來 但是又來到上緣 如果說你再把這邊 再用一條頸線來看 又有人把它賣下 對就是一萬七千四百點 一萬七千五百點這裡 剛好又是前波的一個比較大的壓力區 而且現在這個季線的位置 大概就在一七三七七 我們就取整處好了 一七四零零 所以這個盤你看 這兩天 他不管是震盪或下跌 其實量還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那上漲雖然連拉了兩天 可是這個量很明顯的 還是稍微比較不夠 下跌的量都比上漲時候的量更多 稍微 但是沒有像前一陣那麼懸殊 因為大家如果仔細看 這一波比較明顯的修正段 這裡只要是綠色的 就是下跌的那一天的量很明顯的都比上漲 紅K的低分來的大 對 那你要扭轉這個局勢 剛好就反過來 如果大家仔細去看 這一段時間 他紅K棒很密集 那量的部分也還控制得不錯 是 對 所以最好的方式 如果說要扭轉這個所謂的震盪格局的話 那就是你漲的時候 要比跌的時候量還要來的大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現在的情況 我們請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我今天幫大家準備的資料 其實今天目前台股的狀況就是良好三壞 萬七以下有手 他也是認為萬七就是那條關鍵的線 如果萬七跌破 台股的跌跌的會變成 不是堆跌跌 變成下跌的跌 對 這可能性 沒錯 那這一次其實大家都知道 引動全球股市在禮拜三大跌跌 就是中國的恆大地產 不過比較好的狀況是 畢竟台灣 儘管會有調查過 台灣銀行目前在恆大或中國地產的一個 這個瀑險的瀑位並不是特別大 所以雖然說我們被掃到了這個颱風尾 可是對於整體台灣特別是各個產業 雖然有影響 但是影響可能比較不會那麼大的衝擊 特別是台灣我們是以電子產業半導體為主 那現在iPhone 13也剛好開始賣 那雖然說有人覺得這個看起來似乎了無新意 亮點不多 但聽說好像還是賣得不錯 還是有固定的這個換機的一個需求 那再來的話 比較這個利空的部分 當然包括像QE的退場 其實這個我認為這個一定會做 只是什麼時間點 好 這個QE退場的事情 待會第二階段 我們跟V塊會繼續做進一步的討論 好 10月還有美國的這個所謂的 預算或債務上限的問題 那再來 確實了 第三季開始有一些電子產業出現的雜音 這個也會影響 但是因為這一次剛好比較偏利多的在半導體的部分 其實這又是台灣裡面電子業的一個主結構 所以我認為目前這個區間震盪的情況還沒有改變 所以你說台股的跌跌的目前還會繼續玩下去 還沒有到引動關鍵的那一根被抽走 但是這個位置就很尷尬 就是說五六月那時候很多人覺得行情很好做 只要有買都會賺 就是漲多漲少賺多賺少的差別 可是這一波從大概八月開始上來之後 你會發現買錯很難賺錢 甚至還有可能賠錢 那我們看下一張 像以昨天來說的話 這個禮拜四的時候 大盤的一個部分開始往上拉 大家可以發現這個就是當天的強勢股 包括像西智財 其實有些還創歷史新高 像力旺 力旺對 歷史新高 對 那最近像智原創意 這個就是細智財 上有的IC設計的 上有的IP的部分是非常強 另外還有在就是說 會一路喊 這個缺貨到二零二五年的這個窄版 其實這一波大盤修正的過程裡面 他們也沒什麼跌 甚至還穩步的往上做推高 那最近還有一個族群逆勢突起的 就是銅箔基板 包括像台光電 聯帽 台耀 所以你可以發現 即便是電子股裡面 也有所謂的強弱之分 那前一段時間 其實大家比較熱衷 比如說看這個什麼記憶體 面板 真的從大概第三季之後就跌跌不久 就一路往下跌 對 而且它修正起來到目前為止 其實位階都還蠻低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 當產業開始出現雜音的時候 確實有一些股價 真的還是會有受到影響 那再來的話 我們再往下看 其實我們今天幫大家準備的資料裡面 除了電子 剛剛看的幾乎都是電子股 三大產業什麼細智材IP ABF載板跟銅箔基板 其實最近有一個產業也是還蠻強的 就是有關於塑化的部分 那這個是禮拜五 這個報紙有提到 最新的報價 對對對 其實做這個產業 我們常常講 做緊急循環股 只要有公開報價 大家要特別去查一下 那這個報價 它從七月份以來開始去做統計 漲幅比較多的 大概在這裡 叫EVA EVA 它是一個簡稱 那當然有些 這個喜歡看日本動畫的 會認為它是新世界福音戰士 叫EVA 但是不是 他是一個 幸福哥還蠻跟上年輕人的這個 對 但是實際上 他是一個這個 就是塑化的一個縮寫 叫乙烯醋酸乙烯脂 就是你翻成中文很漏漏等 所以這樣 乙烯醋酸乙烯脂 對 但是真的太漏漏等 小編智會打對 這好難 對 其實網路上查得到 是很老口 所以大家通常就叫EVA 你會發現七月份以來漲幅26% 然後漲幅第二名的 還有在這裡叫LDP 這個叫低密度的聚乙烯 然後另外就是所謂的PVC 就是你家裡看到 比如說外面接的那個灰色 那個硬硬的水管 灰色水管那個主要就是PVC 對 那個就是PVC 所以我們這邊看 你可以發現 只要是最近漲幅比較大的 這幾個相關的公司 他的這個股價表現都會比較好 那我們回到XQ好了 看一下 譬如說 我們點擊兩個股讓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像這個1308 我們看一下亞聚好了 1308 對你可以發現 這一波大盤不是禮拜三重挫三四百點嗎 沒有 他都沒受到影響 一路往上走 感覺好像不在台北股市掛牌 完全沒受到影響 對 沒錯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看這個產業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他已經過了前高了 過了前高 代表他的位階是比大盤強的 主要就是受惠這一波 所謂的EVA的上漲 另外他的一個主要產品 還有包括像我們剛剛講 LDPE就是低密度的巨乙烯 其實這兩大產品 最近漲幅最大兩大產品 都是這個亞聚 主要來做一個生產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這一波 一路一路以來 這個往上漲 而且量都開始出來 其實 本來沒量 最近開始出量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你看其實像他為什麼 爆了一個大量之後 還能繼續的往上漲 其實他是有基本面支撐的 所以他今天盤中 還是在續創新高 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剛剛回到 幫大家準備的資料 我們就特別去找了一個報價 你可以發現像這個 你剛剛講的 乙烯畜酸乙烯就是這樣 對 它是其實不同的東西 去化合起來的 那你可以發現 這邊最下面這個 有點橘黃色的 它就是EVA的報價 你可以發現 最上面這一條 對 最上面 這個一路一路往上漲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其實現在中國大陸 因為這個限電 還有現產的關係 所以它的一個需求非常大 那這個東西 大家會覺得好像很陌生 但是我簡單給大家講 他用來做什麼 譬如說他可以用來做 我們的鞋子的發泡材料 如果你發現家裡 有那種鞋子穿久了 它自己脆化掉 對 或者說你很久沒穿 突然拿起來說 那個底怎麼突然變得像粉末一樣 會一直掉穴這樣子 對 那個就是EVA的這個材質 那另外它還可以用來 譬如說做我們的這個太陽能發電 它裡面會有一個夾層 也是這個EVA 所以它的用途非常的多 所以給大家看這個報價 原因就是說 它的這個漲是有基本面的支撐 不是說只是因為股價 整理久了往上漲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是最近也開始漲 灰色水管的PVC 對PVC也是一樣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基礎 我們拿來民生上會用到的產品 所以你可以發現 它最近的這個報價 也是一路的往上漲 漲幅非常的大 也是創了這邊 大概是2018年 到現在至少四年的新高 四年新高 那我們回到XQ 我們看一下 譬如說台灣主要生產 這個PVC的 譬如說像1305的華夏好了 華夏 華夏這家公司 你也可以發現 最近這個股價也開始轉強了 是 那這邊有一個很大的跳空缺口 其實這個不是下鐵 這是它除息 除圈息的缺口 對 除圈息的缺口 所以其實這兩三天漲起來之後 你也可以發現 它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填息的動作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看這個報價的同時 大家要特別去注意就是說 如果說股價的部分 你要去看 就像我記得 我在網路上的時候 有人問過 為什麼上次這一次會失敗 幸福哥現在在網路上的外號叫 報價網址 有報價找幸福哥就對了 有公開的 有市場 那如果說是那種沒有公開報價 那可能真的要問業界的人士才知道 但是很多我們熟悉的產業 比如說面板 記憶體 社會其實都是有公開市場報價 很多原物料報價 找幸福哥就對了 是 那有的人就會問說 為什麼上次這個報大量 這一天也是報大量 如果你後面先擋住不看的話 好漂亮 爆量上公 然後隔天又報一個更大的量 更大量就是黑K 對 然後就一路的盤整 那現在的問題就來 因為上次他報這個大量的時候 是有那種隔日沖的那種大戶進去 硬把他轟上去的 那轟上去的同時 因為他就是叫隔日沖 所以他一定會什麼隔天開高 他就會賣 一定會賣 那如果說你是一般人 沒有在盯盤的 你看到這天報大量 然後晚上回去 覺得說篩選出來這一檔 覺得明天可能可以追追看 這個多方攻擊訊號出現 然後一追 怎麼會這樣 當天幾乎收最低 然後後面就開始經過兩個月的盤整 那這一次的情況 就我剛剛講的 你技術面的條件上是符合的 就是開始漲的時候 量開始慢慢出來了 然後搭配所謂的基本面 報價的上漲的話 其實你就比較會 不會說去踩到這個雷 因為這個雷踩到要 打一拖又拖了三個月 對啊 要這個休息很久 要這個療傷很久 要療傷三個月才會看到 他股價慢慢回到了 之前的這個點位上 所以我們是記得跟他講說 我們在觀察這些產業的同時 除了看到這個所謂的 技術面跟量價的變化之外 如果有報價的 儘量去追蹤一下 他報價的變化 這樣子的話 你的掌握度就會更高 好 非常謝謝幸福哥的一個分享 他認為大盤現在還在多空對峙當中 所以資金往哪裡跑 這現在才是現在的一個重點 好 同樣的問題問一下 這個V怪科 這個大盤 你也認同現在是多空對峙 跌跌的過程當中 那一根關鍵的線 還是有關鍵的個股 做代表 你覺得呢 就是說我們講整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大盤 大盤就跟指數有關係 那指數的話 當然就跟一些全值股有關係 我們台股的大盤 如果說整體的獲利 今年當然法人的預估 大概我們中和平均一下 以今年獲利取除 用今年獲利來除的話 大盤的本益比現在 大概是18倍 18倍 對 我認為說如果你大盤要往上空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覺得就是聯電 所以台股跌跌的最關鍵的這一根 就是聯電 對 我認為是聯電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說 現在整個大類族群來看 產業透明度來講 景氣的透明度最高的 應該還是半導體 叫半導體上游 半導體上游又要全值大 那當然有代表性的就是聯電 我們講今年的獲利 當然是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這是今年 今年預估 所有的法人我把平均數抓一抓 中位數 中位數大概是3.93 那但是後面大概9月初到現在 全部都有國內外法人都上修了 原本估都是不到五塊錢 但是現在中位數 中位數的部分已經來到五塊錢 那那個營益率的話 預估明年 明年大概會來到26.7 所以我特別用紅框框起來 那你想想看 我們如果說用K線圖來看 你看今天的位置 你EBS五塊錢來講 他貴不貴 十幾倍 十三倍左右 那大盤本益比現在十八倍 那他才十三倍 所以事實上他還是有往上墊的空間 那我們如果純粹從大家 投資人比較熟悉的所謂型態 型態來看我這個棒子一畫 你看這個前波高點 那你這樣頸線一畫 其實他這樣回撤的話 馬上站回去 所以這個變成支撐 壓力變支撐 對 這非常強 事實上以型態來看 其實這一根就可以把它遮掉了 所以原則上那是假跌破 這禮拜三那天是假跌破 那他距離高點很近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說 如果他可以慢慢往上推的話 大盤整個加權指數 再往上挑戰一萬八的機率 還是有 不能說沒有 還是很高 因為指標股還沒有結束 對 因為他現在已經進入全值 大概應該第四還第五 現在不太清楚 那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看大盤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當成一個指標 因為他也是基本面 只要聯電沒有掛掉的話 台北股市就還沒掛 對 當然這是個股 如果以中關總體經濟面來看 那我們要關注什麼 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在錄影的當下 是新的數據還沒出來 因為放假的關係 經濟部把它延後到今天傍晚 八月的外銷訂單 本來應該是每個月的二十號 但是因為中秋連假 所以延到這個今天的傍晚 等於說我們現在在錄影的時候 還沒公佈 但是觀眾晚上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數據出來 那要注意什麼 注意什麼數字 當然這是舊的 這上個月 到七月份為止 那要注意什麼 要特別注意這個藍色的部分 應該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曲線我們可以看 它上個月已經微微往下掉 吃通訊的部分是還好 它是往上仰 這是接外銷訂單的絕對金額 對 所以很重要 那我們看 現在是下半年是忘記 那你尤其是上游的電子零組件 你不可能連續兩個月都往下 所以今天如果傍晚 公佈出來的數據 如果是低於這個 這個163億的話 電子產品的絕對金額 不能低於163億 你如果低於的話 那可能這個大盤 當然你要再往上挑戰新高的機率 就被壓縮了 就是忘電子忘記不能連續兩個月的 因為他上個月已經掉下來 你想想看 如果你去除價格因素 那代表你銷售的數量是不是更少 因為今年大概都漲價 所以這個是 這個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數據 非常謝謝VGYK 提到這個關鍵個股 還有這個關鍵的指標 大家記得要去做一個查閱 好 那下一個階段 要跟大家來討論一下FOMC 雖然這一次提到了TAPER 但是美股卻完全沒受到影響 那以及現階段選股邏輯有哪些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來討論一下FOMC